今天借我分享這一段影片 來跟有使用維克斯系統的朋友們 分享它的購物車模組的差異化 左邊這個是舊版的 右邊是新版的 那我新版先加一個購物車 好 那編輯系統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舊版的購物車 我們從這個ManagerStore這邊進去 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它的這個 好 預覽給它看 舊版我們可以改這個add to cut 好 但是新版的沒辦法 看一下 這個就沒辦法改了 所以說你要用中文的市場是 新版的維克斯系統是不支援的 好 再回到左邊這邊看一下 那在舊版的系統呢 如果你之前已經有註冊舊版的系統 那你還有辦法改 因為它不會去更改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這個地方 好 這裡 好 Style Product Page 這邊就可以去改你要的字 比方說這個加入購物車 或是其他的字典自己自己去改 好 你看 這邊就會跟著變動 可是新版這邊呢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呢 好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但是它裡面有一個語言 它可以透過這個 你可以用英語的 德語 西班牙 甚至日文 但是就是沒有中文 所以新版的 所以新版的 對啊 OK 所以不建議 大家用新版的維克斯購物車去使用中文的市場 OK 以上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